因为连续的风灾与豪大雨 仁爱乡头71线及83线道路破损严重 造成当地居民以及产业运输的不便 日前县长林明珍、县议员廖文贤以及林芳瑜 特别到县场会刊 并允诺立即进行改善 保障居民以及农产运输安全 尤其仁爱乡是我们输国产量最多的一个乡镇 所以所有的蔬菜都是要透过仁爱乡这边来种植 然后送到台北市给我们这些都会区的市民来使用 所以我们仁爱乡我们这些农民 实在对政府的经济贡献也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路要做好 县议员廖文贤表示 在农民的陈情之后 由他反映县长 县长也立即到县场进行会刊 也感谢县长能够来改善道路的现况 让乡民产业运输能够更安全 这些陈情的陈情人我有去实地会刊过了 灾情非常的严重 我建议县长要立即的改善 县长也答应今天也核定了 大概600多万来改善我们这个农入的这个道路的改善 我想将来对于我们乡民农产品的运输 以及行车的安全更加保障 县议员林方瑜感谢林县长能够筹策经费 改善珍爱乡产业道路 让农民以及用路人出入能够更安全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地方能够平安 我们这些用路人能够更加的安全 这些道路能够获得改善 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毕竟这边山区一些高能优质的蔬菜 蔬果都是从我们仁爱乡出去的 这边的这些肯农 也希望说有一条安全进出的一个产业道路 副议长叛一权肯定林县长 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会看后能够尽速来改善 让用路人能够安心 记者陈伟一任爱乡采访报道